马沙拉蒂返场的真正原因你知道吗 想必大家都知道 就在前几天 马沙拉蒂也是返场了 而这次的返场活动 光子竟然没有发布任何的公告 可以说是突然就返场到了游戏中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返场 想必有很多玩家都非常的疑惑 那么下面 雪龙就来带大家揭秘一下 马沙拉蒂返场的真正原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最近游戏中上线新皮肤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 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出两三套 而很多玩家们刚入手的新军须 还没来得及炫耀就又出新的了 所以久而久之 玩家们就觉得课金也变得毫无意义 最后索性就直接不课了 这也就导致了上线再多的新军须 入手的玩家依然很少 反而是那些返场的绝版皮肤 入手的玩家比较多 于是光子灵机一动就想到了马沙拉蒂 因为马沙拉蒂是河滨军中 上线的第一款联动载具皮肤 它的返场肯定会引来很多玩家的入手 于是光子就选择将马沙拉蒂和甜蝇巧克力 一块反散到游戏中 这样的话 玩家们的入手率绝对会大大提高 不得不说 这简直太妙了 那么是不是在最后 小奥班们认为呢 实际中热度最高的六款年连码 它来了 首先第一款 公主的比较超级的 每个人的歌 中文字幕是一种 小奥班的 游戏中 的任何被移民 今天打电话 最后来 有些品牌 You're giving me wind and rain